以利修经过半年辅导宣传期 下个月即将进入检查期 如果企业被抓到违反以利修 最高可开罚150万元 不过真正要落实劳警的县市 全台湾只有6个县市 其他县市则倾向继续辅导不开罚 就因为这劳资反弹真的太大了 这里民进党立委也期望 这劳警能够再演一演 上班打卡下班也打卡 政府推以利一修严格规范劳工工时 现在宣导期辅导期也将届满 7月开始将进行劳动检查 不过各地方政府的配合意愿却不高 7月按规定检查开罚的县市 只有台北 台南 高雄 基隆 屏东 台东 其他县市还是偏向继续辅导 现在很多公司的老板 都不晓得这个加班费怎么计算 价怎么放 应该是好好的辅导 让他们通通了解才能够正式上路 一例一休老子反弹大 最大的原因就是法条没弹性 变成雇主不敢让劳工加班 劳工也没加班费力 但迟迟不进入检查期 恐怕也无助改善劳工权益 不管未来是要修法会 或者是有更多的弹性的解释文 在出炉之前 我觉得应该要审慎的考虑 继续延长这样的辅导期 那否则的话我们认为到时候 中央跟地方不同掉 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要思考这个修法 这个才是正办 那劳委会目前可以做的 是不是在行政部分公告 一部分的行业不适用 那这个部分是可以作为 暂时的权益之气 就怕地方反弹大自家立委 期盼修法解决部分问题 而劳动部也表示 即便进入检查期 宣导辅导也不会停 但不论中央怎么推广 只要地方不执行 就永远抓不出违法企业 华语新闻Live 黄文传台北报道